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84年考古学家郭大顺在辽宁西部的牛和梁 发现了五千多年前红山文化的墓葬 基石种 在墓葬中出土了红山文化的代表性玉器 玉雕楼 这让困扰考古学界多年的红山文化玉器断带问题 得到了一锤定音的解答 红山文化玉器诞生于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但是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 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为什么会有那么精美的玉器 而红山文化的墓葬中又为什么只陪葬玉器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啊 在红山文化这里他既不上石器也不上淘气 就用玉器来表现人的身份本机 而玉器本身呢 他不通意石器和淘气 石器和淘气是和生产生活有关的 但是他后来埋葬也好用于祭祀也好也有 他就升华为这个或者叫礼器 生气也可以 但是玉器不是 玉器本身他就是非实用的 他完全是精神思维的一个载体 所以用这种非实用的啊 能够反映思维观念的这个这种玉器 唯一的代表当时的这个本机身份 我们叫唯玉唯葬 唯玉唯葬 那如果是这个本机身份具有礼的概念的话 那么就是唯玉唯礼 基于长期对红山玉器的发掘与研究 郭大顺认为 红山唯玉唯葬的现象 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起源的深刻内涵 如果玉器是代表当机身份 他用礼器的那种性的时候 那就是唯玉唯礼 唯玉唯礼这个恰恰的就是这个这个礼字 这个礼啊 这个翻体写这个礼字啊 这个古文的 它是这边一个式 这边就是一个器皿 大约是个痘吧 里面放了两串玉 这是汪国为解释这个人 他就像二玉在器之行 以玉是身 就以玉 向这个身的祭祀 这是礼 所以正和他这个解释就反合了 这个玉是离 为玉为藏 为玉为礼 和后来的礼字的初意 能够结合在一起 郭大顺强调 玉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一直充当着协调人与自然 人与人关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载体 从红山文化玉器中不能看出 后世对这种观念传承和延续 后来的孔子 他以玉比德 君子温气如玉 君子他是以玉来比他的德行 然后用玉的这个质地颜色等等 比喻五德或者是九德 你把这个温柔而泽 就是人 那个礼的核心是人 温柔而泽 而人 就是用着玉的这个 这个他的特性 来比喻这个德行 那这个东西啊 和时间应该是无关系 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地方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古人认为玉吸取了天地的精华 它具有特殊的宗教象征意义 而在汉代 王公贵族们更是穿着玉衣下葬 希望玉衣来保持尸骨不朽 灵魂不灭 那么红山文化墓葬中的玉器 承载着怎样特殊的精神内涵呢 它会是中华玉文化的起源吗 既然如此 史前的红山文化 这些高级的蕴含精神理念的玉器 又是承载着什么人的思想 有什么人制作的呢 郭大顺提出了一种人 乌 你看这个史前的玉器为什么那么发达 它的造型工艺那么发达 它的制作一定不是一般的人 一般的水平 它很可能 因为污本身它是通生的时候 要用玉器来通生 玉器是它通生的工具 从玉器可以推断 红山文化带有浓厚的 在乌者引领下的祭祀文化特色 在牛河梁二号地点的大型基石种群中 我们看到了排列有趣 等级分明的墓葬 另外从基石种内出土的统形陶器 也能看出这里特有的祭祀文化痕迹 在牛河梁发现了大量的这样的 通生机 这都是好东西 对对对 这是牛河梁发现 它也很机有 但是它特殊 它没有底 它没有底 它这个不是适用性 估计和它这个祭祀音质 是相吻合的 在牛河梁第二地点的基石种群中 还有一种明显的祭祀建筑 祭坛 它仅临着二号中中心大墓 我看您书上写 这个祭祀坛是天坛的鼻祖 他们有的搞建筑 搞古建筑的来讲 因为它是起三层 最明显的你看 你先这儿看 你看这最外的一层 现在就保留了这一层 中间往高起来 这中间又一层 再往里又一层 也是三层 这三层 而且正圆形 这个最大之境上 二十米 这个搞古建筑的 老先生 他是三胎鼻祖 北京的天坛 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 它建于明家境年间 距今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而牛和良红杉文化的祭祀台 建于新时期时代 距今已经有五千多年了 我们特意把这两个祭祀台的图片 放在一起 让大家来看一下 是不是特别的相似 都是正圆形的三层台 自下而上 越来越小 虽然历经岁月的轻石 但是我们依然能看到 牛和良红杉文化祭祀台 当年的样子 有专家指出 这个祭祀台 是中国古建筑三层台的鼻祖 在郭大顺红杉文化考古的三十年中 他逐渐发现并品味着 这中间所蕴藏的深厚文化祭祀 在牛和良的广袤山丘上 他发现并发掘了多处基石堂 但最让他兴奋的发现 则是位于牛和良的梁顶之上 在这里 他们发现了一座五千年前的 女神庙遗址 那是一周八三年的秋天 当时就是先找到第二地点 这个基石堂 觉得既然有墓葬 它应该有遗址 也居住了 当时找居住了 居住的话 靠古来讲就找红烧土 因为那时候的房子都是半秘屑的 它为了方巢 它都要烧了 烧的有点很厚 所以红烧土 找到红烧土 就能找到居住里 所以我们就把他们找红烧土 结果一到了山上 正好女神庙 他那个西侧是 六十年代的时候 被当地叠坝 叠坝的时候 给它挖掉 挖掉以后就把它塑上块里 扔在沟里 那说的正好我们去 一下开这个红烧土 那一发的红烧土 可不是一般红烧土 而人的塑像 经过陶古人员的拼接 大家震惊地发现 地上的红烧土碎块 竟然拼出一具 真人两倍大小的塑像 这难道就是五千年前的 红山文化神像吗 接下来的发掘 更是让人目瞪口呆 经过市发觉神庙的平面 展露出来 它南北长二十五米 东西最宽处九米 最窄处紧两米 这是一个由主室 东西侧室 北室 南三室 连为一体的多室布局 神庙为半地穴室 从碳化的木柱 对烧的陶器分析 这座庙是被一阵大火烧毁 神庙的地上部分 已经全部倒塌 现保存的是神庙的地下部分 苏仙称为海内宫本 按照考古一般的规律 地层清楚 它这个范围清楚 因为这个女神庙的边 是很清楚的 范围是很清楚 地层很清楚 地表二十公分到五十公分下 就是它 没有其他晚期的堆积 完全是按照考古 不过规章 就是可以放的 但是我们视觉也得发现不新 为什么呢 这个椅子 因为是重要性 海内固稳 再一个就是 它这个埋在半地穴 这部分 现在还有接近一米 半地穴还有一米 这里堆积的东西也太丰富了 陶谷人员事发掘清理时 在神庙主室内 发现了一具 大型霓宿熊的下坡 硕大的獠牙 毁成白色 另外还有一件 霓宿的熊爪 北市则出土 鹰爪一对 只结一掌尖 都很写实 既推测 给予大型猛型的残建 另外还有那些特异性的淘气 那有的淘气气 那厚度两公分 火厚非常之高 那个彩 轰地是先轰的 那个黑彩 那个边缘的宽带 非常的整齐 在考古人员的清理中 明确的发现了 用于庙堂祭祀 而非实用的 大型彩陶碎片 这件经过修复的熏炉盖 就带有明显的祭祀功能 你看就这个 你看 这个几块 你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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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和你看 现在看的都不一样 这个很大 接近一只的 所以这个 说一米 他们这个直径一米 彩陶 你看这个彩陶 它的这个 纹是非常之整齐 火厚非常之高 更厚 你看它这个 镂空 这个地方 镂空 这两边 不是参段的 是它镂空的 也是那种陶器 平静的口 然后下面是那个 鼓度那一部分 然后底下是镂空这一部分 然后底下是这个 彩陶那个低座这一部分 那这件东西 那很高大 那现在发现 只有几个餐片 它可能这个 再挖一下 也可能还有 所以这里面 这个东西太丰富了 而且以为可以复原 面对这个巨大的宝库 在接下来的清理中 考古人员 格外小心仔细 他们随后又清理出了 人体的局部移速残健 人的四肢 手部 以及女性乳房 女性乳房 因为他已经出来了 他那个西侧 被大力挖出来 他就是胳膊 腿 这些东西都出来 当时想着 如果有个人头像 因为他这个胳膊 他写实的 这胳膊腿好复原 你按笔就会复原 你要知道的姿态 就可以大力复原 而且我们东山里发现 就坐着像 盘腿坐着 这个左手 握着右手腕 这是基本的姿态 但是人的面向 可是各是各的 这个你很难 你发现鼻子 发现耳朵 你就跟他复原 那都不可能 而且当时那个情况 很难发现 因为都是碎块 因为那个音速啊 经过了五千年 埋在地下 都是东一块西一块 当时我们就发现 有个个位的手 这个耳朵 零碎都出来 一看 都碎成这样 估计发现 这个完整的 能够看到的形象 像这个人像 人头像 那是很难 精湛的玉器 是否真为 新石器时代的产物 玉器断带 红山时期 是否有更加 确凿的考古发现 考古学家郭大顺 为您破解 红山玉断带之谜 面对一些破碎的人体 迷宿残建 大家都有一个心愿 能够看到一个形象 五千年前 红山仙祖的形象 1983年的秋天 随着清理时间的推移 大家的奢望 几乎消失殆尽 但是就在 11月2号的上午 在神庙的主室西侧 一个人头的轮廓 被逐渐清理出来 经过小心翼翼的 挖掘剥离 终于一个完整的人头像 显露出来 它仰面朝天 双目圆中 似乎在等待后人的瞻仰 经过小心翼翼的 挖掘和玻璃 一个完整的头像 逐渐显露出来 这是迄今为止 考古发现的 最古老的 大型泥塑写石头像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头像的造型 非常逼真 它仰面朝天 双目圆征 嘴角略微上扬 仿佛穿越五千年的时光 在向我们诉说着什么 那么 它到底是谁呢 您头自看到那个形象 是什么形象 我们当时发现以后 也在思考 这个像 它到底 有什么意义 回到 我们当时住在 马甲州 马甲州 那个村子 老乡家里 他这个 这个辽西 这个老乡家里 都有这个习惯 忽报纸 忽报纸 一层一层 忽报纸 这个 我们这个 会计以后 把这个女生 都要请到屋里以后 我一看了报纸 有一个辽宁日报 这个这个 上面有个小报道 就讲这个 有个 有个花人的这个 歌唱 演员 叫什么 潘安邦 他是做词吗 还是 那首歌词 但是在花人世界 比较流行 就是一把荒土 塑成千万的你我 静脉是长城 动脉是黄河 提醒你 提醒我 我们有个名字 叫做 哎 我一看 这我们 对不起 尼索的祖先的形象 郭大顺这样 形容女神头像 面部比例适当 丰富而微妙的表情流露 嘴角圆而上笑 唇源肌肉 鲜动育育 面颊则随嘴部的鲜动 而起伏变化 具有很强的节奏感 和神秘感 而他眼部镶嵌的 绿色玉石 更为他增添了 几分神圣 那个形象 发展到那个水平 在那个时候 五千年级 就能够很逼真 又生化的 塑造那大型的 各种类型 人物和动物形象 他一定有一个 这个 一个 争交系列 我们把泥塑头像 放大几倍 制作了这个模型 虽然不是特别的像 但是具备了 这一系列的特征 面部圆润 有下颌 额头比较宽 根据这一系列的 面部特征 考古学家判定 这就是五千多年前 红杉人的女祖 并且是 祭祀的对象 从1983年 发现女神庙 到今天 已经过去 整整三十年 当时 由于技术等原因 女神庙 并没有真正发掘 而是被回田保护 但是站在 女神庙之上 俯瞰群山 仍能够体验到 这里的神圣 这个女神庙 它这个位置 在整个 游和梁 主梁的梁顶 现在发现周围 这个基石种 基本上是围绕着 围绕着女神庙布置 各个山头上 都有基石种 我们过去编号 是16个地点 大概13个地点 都是基石种 现在的第三侧 温普查 又在这周围 发现了23处 一次空前的发掘任务 山洞里的巨大宫殿 考古学家卢赵映 为您讲述 发掘满城汉墓 金鲤一一的震撼经历 纵观牛和梁的 红山文化一致 它谈妙种的 祭祀文化特点 完全是建立在 与自然环境 和谐统一的基础之上 苏炳吉先生 看过这里 曾留下一句话 红山文化 谈妙中 中华文明 一象征 郭大顺认为 红山文化的考古资料 验证了 这里对中国文明 起源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 从考古发现来看 文献记载 这个五帝时代 确有五帝时代 所以这个也是书写 他有一句话 他说 花山一个根 太山一个根 北方一个根 三个根 相一起汇聚 到这个 进来的陶寺 这就是五帝时代 从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的 大规模 红山遗址发掘之后 郭大顺的 红山文化研究 一直没有中断 即使退休后 家住沈阳的郭大顺 仍然会经常来到辽西 在牛河梁考古工作站 一住就是几个月 继续他的研究 在这里虽然条件艰苦 但他却乐此不疲 他说 有关红山文化 还有太多的谜团去破解 有关中华文明的起源 更有太多的问题要研究 多年的积淀与思考 也让他对红山文化 不断有新的认识 最近台湾故宫月刊 登了一篇文章 就是我们这个 牛河梁发现的玉器里头 有一件很特别的玉器 我们后来叫做龙凤玉佩 当时这个玉佩出来以后 我们为了解读这块 用了三年时间才认出来 所以后来我当时写了个小文章 题目就叫 龙凤佩 红山文化一重 这些玉佩刚出来的时候 就是辨认不了 他这个上面这些形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一开始 我说用这个 这个不像嘴巴吗 这不像眼睛吗 这不是鸟吗 后来结论不对 你这个解读 其他的地方 你怎么解读 解读不了 因为红山玉的 动物性玉的 它表现眼睛 都是用这种 圆窝纹 圆窝纹 这个你看 这是个冰窝 这是个冰窝 凸起的冰窝 这个应该是两只眼睛 再看这个眼睛 这是眼睛 这个是个 逼孔 逼孔 凹进去的 然后这一看 这是他那个纹布 这是他的嘴巴 然后这是他那个毛 然后这是鸡脚 对吧 这样 弯过去 龙 水跳龙 也符合红山玉 表现的动物性玉 它就是头部 重点表现 还有身体 简化 这竖起来一看 这件东西 这眼睛最后的解读 这眼睛 这是那个 那个桌 就是鸟的那个桌 这是弯性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 是他的羽毛 这是他的怪 他的后面 那个羽毛 是 他身体也是这么 一简化 哎呀 明白了 这是缝 鱼龙缝 本人是都是中国 传统文化 在古典年前 都已经比较成熟 通过郭大顺先生的 考古发掘和研究 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 红山文化 但事实上 关于红山文化 和中华文明起源 还有着太多的谜 笨带着被揭开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